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试图找寻答案 惊觉原来美好的愿景就在我们身边 踏上这段旅程不是为了找寻那纷争的解答 而是感受这未来的实境 近年来节能减碳的议题早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过 减碳这两个字 背后的意义却是意味着人类的社会 即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的一大进步 为了寻求一个低碳社会的形态 我国在澎湖推动建设一个低碳示范岛 通过再生能源的开发 节约能源 低碳建筑 绿色运输 环境绿化 资源循环 低碳生活 以及低碳教育 让澎湖成为世界级的低碳岛屿标杆 整个计划 规划在民国100年到104年间执行 预计完成后 全岛50%以上能源供应 来自于再生能源 而多余的电力 也会透过台膨海底电缆回溯到台湾 完整的配套 让温室气体排放量 每年减少30.2万吨 然而 面对种种的目标 绿色能源的开发为首要任务 由于澎湖的天然环境 非常适合风力 以及太阳光电的开发 不过 对于以旅游为名的澎湖 要将庞大的发电设施建置在这里 第一个考虑点 就是要能够融入在地的意向 以马公鸡场机车停车棚来说 高达499千瓦的装置容量 以及特殊的海浪和风帆造型 让一到澎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太阳光电 原来可以和公共设施结合得那么的自然 发电设备与公共设施的结合 除了实质的效能之外 利用特殊的太阳光电造型 创造新的旅游景点 也是让民众无形中贴近低碳生活的一种教育方式 像是装置容量高达306千瓦的第一渔港 无形遮阳棚 与太阳能速完工后 也被当地的民众评选为最佳的婚纱摄影景点 游客来到这里 更让它的特殊造型深深所吸引 而这也是光电设置 与旅游意向结合的最佳写照 太阳光电的效益 让澎湖的居民有着美好的愿景 而对于宫电不稳的离岛来说 太阳光电更是提供了他们生活品质的保证 七美是澎湖最南端的一个乡 也是几乎每一个游客来到澎湖必访的胜地 岛上的双新石户跟小台湾 是来到澎湖的游客绝不会错过的景点 由于岛上目前是以柴油发电机组发电 因此要解决高发电成本的问题 太阳光电可作为主要选项之一 目前七美建制的并联形太阳光电 提供七美迈向低碳的一大步 如果有无污染的 然后可以有替代的一些人员 当然这个是趋势嘛 当然是好的 先提就是你的电力是稳定的 像太阳发电 洪湖的太阳这么大 如果说它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电力发电的话 那当然是我们会去支持 离岛的稳定电力一直是在地居民所期盼的 透过再生能源的利用 不仅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可以回馈当地民众 更能够减少既有书店设施庞大的费用支出 离开七美 我还要到东极雨 这里是澎湖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岛屿 曾经繁华一时的东极雨 过去有小上海的称号 不过随着人口外流 这里渐渐的被遗忘 岛上目前设置有防灾型的太阳光电厂 这个岛是三级地岛 我们希望它的能源能够自主 那我们希望是用那种大自然给我们的再生能源 比如说太阳来作为电源 那就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这个化电的成本 由于东极雨的环境因素 非常适合太阳光电 设置后的成效更是超过原先所预期 东极这边的居民水电的供应非常缺化 如果是照原来的供应的方式 是用柴油化电机去化电 如果气候不好 它就没有办法运送那个油 它就没有办法发电 那冬极尤其是日照时速其实是不错的 每天大概有3.5小时的日照的时速发电 冬极是一个独立电网 现在目前的冬极大概是86.4K网左右 设置容量 每一年大概是花11万度的电 那可以减碳 大概是70公吨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是希望天然的资源能够去永续地发展 永续地发展天然资源 可以让减碳的行动无时无刻地发生 目前整个澎湖所设置的太阳光电设施 一共有20个地方 每年所发的电量大约有195万度电 相当于提供了500户一般家庭的用电 而且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更高达1197吨 而这样的效益 单单只是太阳光电的开发而已 澎湖的风过去几个世纪 一直困扰着当地的居民 不过在今天 却成为绿能开发的主要选项 目前既有的中豚 以及湖西风力发电厂 是台湾电力公司 在民国89年开始新建的 由于运转效率 大大的超过原先所规划 所以目前已经扩建到 有14部的风力发电机组 包含中豚有8部600千瓦的发电机组 湖西则有6部900千瓦的发电机组 装置容量高达10.200万瓦 年减碳效益24509公顿 相当于造林面积 多达84座大安森林公园 面对如此丰富的天然能源 澎湖低碳岛计划将规划设置 96百万瓦的大型风力发电 包含大赤砍、蒋美、龙门等风场 大型风力的发电量 除了提供澎湖全线使用之外 更可将多余的再生能源电力 经台澎海底电缆线路 回溯到台湾 不过要控管如此庞大能源的效益 必须要能够让民众一同参与 因此成立澎湖开发能源公司 以澎湖现名入股的形式 一同来加速再生能源的推动 让绿能开发的效益及责任 不再只是政策的落实 更像是全民共享的商业模式 目前岛上风力发电 都有尖山电厂遥控操作 对于复杂发电传输并不了解的我 来到了这里 海底电缆的建设 等于说就是我们澎湖地炭岛的 一个关键的因素 因为过去澎湖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很困扰 一到冬天的话这个风很大 澎湖的风力最主要是冬天在发电 那冬天我们澎湖地区的用电不多 多余的电就可以送到台湾 用到台湾的系统 那夏天没什么风 那所以我们就利用海底电缆 从台湾送过来的电 那我们尖山电厂就变成备用的电厂 那风机发得多的话 你柴油机就发得少 这样怎么说对二氧化碳的排放 就有很大的帮忙 积极地开发再生能源 除了对气候变迁的环境恶化情形 有正面的回应之外 将来更能够作为台湾其他县市 推动的重要参考 预计澎湖低碳岛建制完成后 再生能源将会占澎湖总能源需求的 百分之五十六 不过尽管开发绿色能源 能为整个澎湖的减碳效益达到最高 更重要的是 民众的生活习惯 也是低碳落实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透过宣导以及节能家电的补助 澎湖的居民早已经习惯将节能减碳挂在嘴边 十七个人你看刚刚这个粥 这个茶粥这么大 现在我感觉就一直有一粒的省电 冷气啊冰箱都是一样的 不一定省 以前那种就没省电了 对吧 现在这太阳肉水器就是电路省 一些平均在吃地书 我没说过太阳冷就绝对是 不能再开机跟电视会比较省 大方省嘛对吧 那就比较好 后边你什么时候开动 每个好吃冷天 太幻节能家电也许只是顺手挑选 不过却是澎湖永续的一大助力 伴随着夕阳西下 思索着土地的永续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子孙什么 才是他们所要的 旅游观光带动了澎湖的经济 加上多年来的名气 早已经打开国际知名度 而且在民国102年7月 已经成功加入世界最美丽海湾国际组织 游客量更是突破了60万人 这么惊人的数字 交通工具的使用 也是环境永续的重要课题 目前澎湖推动更换零排放的电动机车 成效相当显著 其实以电动机车这种交通工具 第一个其实它事实上是一个 相当方便的一个产品 它是续航力目前的电池 大概都是在30至50公里的一个续航力 这样子的一个续航力 足够应付我们大部分的民众 每天的需求 尤其在这个小区域范围里面的移动 它在使用起来 又没有噪音又没有震动 骑起来其实是相当的轻松方便 澎湖未来将补助购置 6000部的电动机车 不过对需要电力的电动机车来说 充电是一大课题 因此岛上还设置了75个地方 一共590亿座的充电柱 所在的位置 也都在重要的景区旁 不过为了让电动机车的使用配套 更加的完善 低碳岛也建构了电池交换的服务体系 不管是加油站 或是24小时的便利超商 都能够提供及时的电池交换 让使用电动机车的民众 更加的放心 零排放的电动机车 带动了澎湖优质的旅游环境 加上氯化面积的扩大 让这里的舒适感更加的强烈 澎湖低碳岛计划扩大灶林的面积 未来更要突破200公顷 复杂的环保效益计算 早已经不是重点 这样的成果 让许多居住在外地的年轻人 在这里打拼 住在基隆的两姐妹 来到澎湖经营民宿 为的就是让生活 工作 能够完全地结合兴趣 其实我们是一群冲浪客 我们当初是有先成立一个 澎湖的冲浪俱乐部 所以我们这一群就游身而来 想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盖一个冲浪民宿呢 然后我们想说 一直用钢筋混凝土这个建材的话 太死板 建筑师的意思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结合一些 环保的建材 原本以为 节能减碳的建筑理念 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潮 追问之下才知道 在澎湖已经定下 低碳建筑的设计准则 这是误打误撞 只是原本是想说 盖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 然后刚好政府推一个 低碳岛的idea 在绿建筑上面有一个绿化 我们是希望做到非常完善 如做隔热的涂层之类的 这种东西就是跟我们垃圾分类一样 你有教育 有教导 其实我们就习惯这种方式了 从外地来到澎湖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低碳生活的感受就越来越强烈 因此资讯的公开和政策的实践 一样重要 澎湖低碳岛也设计了手机APP 让民众更加地了解环境永续 与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不过低碳的落实 不只是资讯的传递 更应该是透过教育 将减碳这两个字 付诸成为全民运动 在文光国中 这样的课程天天上演着 东北地方跟太阳这么有名 我们这几十年来都被它困扰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利用这样的能源 这是天然能源 它不会污染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善加利用 把太阳能用到极致 然后把我们的风力发电厂 它其实可以改善我们澎湖人的生活 我们就不用每年在那边热的钥匙 然后又没有什么电 吹个冷气又要付很多的电费 夏天如果把太阳能能够变成电 然后来提供我们吹冷气 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文光国中目前建制的太阳能板 大概有60k瓦 它是属于多精细的一种面板 目前来讲 它这个60k瓦的电源 主要是并联到我们的试炼 那建制在这里 我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存在 设置所谓的发电的统计表 然后还有一些告示牌 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些教育训练 能够带小孩子上来去参观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能够改善我们环境的一个方式 学生可以去了解 怎么去利用环境 改变环境 然后创造出属于我们想要的一种环境 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水 尤其对于缺水的澎湖来说 雨水回收再利用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澎湖是非常缺水的地方 我们蒸发量永远大过于那个降雨量 既然有水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好好的收起来 那收起来我可以没有水的时候 我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雨水之外 还有一些冷气水啊 或者说一些回收水可以再利用 那建制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整片水量啊 或者说整个灌溉啊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这边长得非常非常好 绿化了之后啊 可以做到就是说吸碳 另外一方面地表可以做一个水源的涵液 今天老师带我们参观我们学校的低碳设施 像是太阳的发电还有雨水收集再利用 今天上完这堂课之后才发现原来很豐富 这么缺乏水 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好好珍惜水资源 也学到很宝贵的一课 每一滴水回收再利用 除了能节省水源 更能够滋养这块大地 绿色面积的扩大 带动的是大自然的吸碳能力 更深一层的意义 则是让所有资源能够充分地被利用 为了让能源的利用能够更加准确 目前澎湖更要将老旧电表 更换成智慧型电表 完整配套的能源效率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 澎湖线有105号的高级用户 现在我们公司要把它建设成AMI的自卫型电表的系统 当后面有讲的是说 这个自卫型电表它看起来的数量比较轻 因为它里面都是一些电子的IC板 那自卫型电表它是自动图表 所以我们不用派人力到现场的超表 而且它每一时段的负载 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分析出来提供给用户 用可以根据它每个时段的用电的情况 来做一个有适当的调度 对用户来可以节省一些它所需要的用电量 所以它不管是间接直接 它可以对那个减碳都应该很有帮助 绿能的开发加上智慧型电表的监控 让能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不过对于传统耗能的公共设施来说 更换为低消耗的产品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在经济部能源局看到了这点 现在协助澎湖线置换LED路灯 使得减碳的效益能够更加完善 传统的灯泡跟现在的LED灯最大的差别的话 就是传统的灯泡它的效率其实没有LED那么好 而且它比较耗电 那LED灯的话一来它比较省电 是省电很多 传统灯具的话大概是要吃260瓦左右的电 那我们的新的LED灯的话 大概只要用70瓦的电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沿路上过来的话 一盏灯假设我们可以省100瓦的电的话 其实那省下来的 不管是发电的那个电费 或者是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其实都还蛮可观的 传统的路灯更换为LED灯 换掉的不只是旧时代的产物 而是换上新世纪的步伐 路灯是每一个居民每天都会使用到的 村民的感受最直接 当然是我们人要照顾环境 对不对 哪里有环境要照顾我们 我们以前的老灯 我们扁川 那个路灯比较少 都不亮 今年是我们地下化的路灯 非常地亮 好像白天 我们每晚7点准时 准时就亮起来了 明亮的路灯为村民带来便利 尤其对于行车的安全 更是帮助最大 而这光明背后的意义 却是节能减碳的一大步 你感觉这新的电费 对你有什么方便吗 好啊 比较不差 比较不差 比较暗 暗时就这样 就连这厨子还没对 比较不差 这样比较安全的 对 一次的旅行 一百分的感动 在我心中的澎湖 有了新的面貌 而这个面貌 代表的不只是澎湖的永续 更是台湾走在世界潮流的尖端 能源的开发只是过程 环境的永续才是根本 在我脑中不断出现 奇老的那句话 要留什么给下一代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想澎湖的这一切就是答案 主要感动 которая为师 curl 同情的石头 姐妹اح 不作为 这个级颜的死纹